總統 還有因為這次鳳梨事件 我們南部組成鳳梨聯盟的 我們的潘芬蘭縣長 陳吉邁市長 還有黃偉哲市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常委 大家好 那謝謝總統 那喊出來 吃鳳梨挺農民 那最近這一次二二八連假 我去著訪 總統也曾經去過的 明雄中正大學旁邊的望來山 他跟我講 這一次的三天的假期 比他在過年的 購買力還高 那他說啊 基本上可能跟整個總統喊出來 希望大家挺鳳梨龍有關 所以大家去那洗洗之後 想說阿家開罰 總統有在說要挺農民 所以多買一點 所以我想 吃鳳梨挺農民啊 這件事情 已經在台灣有非常大的回響 那包括我們在自己的臉書上 最近按讚數最高的 大概就是跟鳳梨有關 所以我們都看到這樣的名氣啊 整個在支持 我們的鳳梨龍 那在這邊也非常的感謝 那嘉義縣一共有 五萬四千八百公噸 每一年的年產量 那外銷到中國大概在三千六百公噸左右 那最近大概我們 也針對所有的 這樣的一個鳳梨的事件啊 除了跟中央配合以外 我們地方也積極的不管在實體的通路 那或者是在虛擬的網路 我們都很努力的來促銷 行銷我們的鳳梨 那今天我特別帶來 這個嘉義的鳳梨 那嘉義大家知道 實際上鳳梨啊 的品種非常多 口味非常多元 這個不得不佩服 台灣的鳳梨農 包括所有的研究單位 對鳳梨所做出的貢獻 那不管是金鑽鳳梨也好 或者是牛奶鳳梨 西瓜鳳梨 或者嘉義啊 特有種 我剛才私立下問一下 黃偉哲市長 說你們台南有 藝蘭花鳳梨嗎 他說沒有 藝蘭花鳳梨確實是嘉義的特有種 那整個非常的 剖開以後啊 是有那種類似藝蘭花的白色跟香氣 還有它的紋路喔 非常好吃 那總統也吃過 那還有 整個的 包括百香果的鳳梨 西瓜鳳梨的口味非常多 還有牛奶鳳梨 那嘉義啊 在這一波的 吃鳳梨挺農民啊 嘉義因為在整個 這個生產上 是比較 後面 一般鳳梨的生產會從屏東開始 所以整個嘉義大村啊 會在四月 五月跟六月 一直到八月 所以我們這次推出用預購的方式 因為現在嘉義還是有鳳梨 但是這個鳳梨殺了以後吃啊 但是酸味會比較重一點 那他跟我剛才 這個鳳梨農 我說會把他的鳳梨 什麼時候開始好吃 他說南風 如果頭來的時候 鳳梨就好吃 所以大概在四月 開始大村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多多遇過嘉義的鳳梨 那嘉義的鳳梨不只是鳳梨而已 還有很多的加工品 除了大家所知的鳳梨書以外 還有鳳梨醋 還有鳳梨酒 還有用鳳梨酵素所做的面膜 也有鳳梨果醬 也有鳳梨酵素所做的洗手液 我想 產品非常得多 那我也希望大家多消 消費加工品 因為加工品的鹽材料就是生鮮鳳梨 所以我想 消費加工品跟吃鳳梨是一樣的效果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南部縣市 那辛苦的農民 所種出來的鳳梨 那要吃嘉義的鳳梨 拜託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比較大村 所以在這裡拜託一下 在這裡感謝大家 謝謝